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九时许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晤举办地喜来登酒店 迎候与会的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 巴西总统罗塞夫 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 印度总理辛泽 南非总统竹马陆续抵达会场 胡锦涛主席同他们亲切握手 五国领导人集体合影 随后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晤 胡锦涛主席主持会晤 并首先发表题为展望未来共享繁荣的重要讲话 他强调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历史时刻 我们需要共同思考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使人类拥有一个和平安宁 共享繁荣的二十一世纪 为此胡锦涛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大力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第二大力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第三大力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第四大力加强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 胡锦涛指出 中国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 中国发展的越好 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越大 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参与中国发展 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同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繁荣 各成员领导人在讲话中 祝贺这次会晤在三亚举行 欢迎南非参加金砖国家机制 巴西总统罗塞夫表示 金砖国家机制是发展中国家高水平的合作平台 各成员要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密切协调 推动各国共享繁荣 实现可持续发展 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说 金砖国家合作是俄罗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之一 各成员要加强合作 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平衡 努力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印度总理辛格说 金砖国家各成员要加强合作 重视发展问题 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 加强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南非总统祖马说 感谢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国家机制 金砖国家要携手努力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代表性 加强互利经贸合作 实现共同增长 会晤期间 与会各国领导人出席了 有关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当天中午 胡锦涛为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三次会晤的贵宾 举行欢迎宴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结束后 五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和罗塞副总统 米德维基副总统 辛格总理 竹马总统举行了会晤 就加强金砖国家合作 深入交换了意见 达成广泛共识 我们欢迎南非作为新成员 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我们一致认为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 和平 发展 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世界经历深刻复杂变化 大力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 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增加新营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有利于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 胡锦涛说 我们倡导和平发展 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 认为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是一国自身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的客观要求 金砖国家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 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我们决定继续加强在国际经济金融和发展领域的 对话协调合作 深化在金融智库工商界科技农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挖掘经贸卫生文化领域合作潜力 金砖国家加强对话和合作是时代的要求 符合各成员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我们坚信金砖国家合作伙伴关系将不断加强 合作领域将日益拓宽 合作内容将更加丰富 巴西总统罗塞夫 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 印度总理辛格 南非总统祖马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于今天中午发表了三亚宣言 宣言说 致力于和平安全发展合作的宏伟目标和强烈的共同意愿 使我们拥有近30亿人口的五个国家从不同的大洲走到一起 我们以展望未来共享繁荣为主题 就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的讨论 达成广泛共识 我们一致认为各国应依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在相互尊重集体决策的基础上 加强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我们愿在安理会就利比亚问题加强合作 我们认为各方应通过和平手段和对话解决分歧 联合国和地区组织应发挥应有作用 我们呼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改革 加强各国政策协调与监管合作 促进全球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时强调 当前中乌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是提升政治关系水平 二是全面推进务实合作 双方要共同努力 力争实现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 三是扩大人文交往 以明年中乌建交20周年为契机 共同办好有关庆祝活动 四是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维护两国共同利益 阿扎罗夫表示 完全赞同胡锦涛关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意见 他说乌方愿意同中方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沟通和协调 乌方坚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乌克兰政府欢迎中国企业和公司到乌克兰投资兴业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时指出 西班牙是中国在欧洲的好朋友好伙伴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期关系 双方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巩固政治互信 二是扩大互利合作 三是加强人文交流 四是密切国际合作 继续在各自关切的重大问题上相互给予理解和支持 萨帕特罗表示 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好朋友 中国也是西班牙最好的朋友 西班牙愿意发展同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愿意继续推进欧中关系发展 支持欧盟尽早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韩国总理金晃直时强调 今后一个时期 希望中韩双方在现有基础上 继续拓展和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一是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政治互信 二是密切经贸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加快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三是活跃人文交流 巩固友好基础 四是加强多边协调 维护共同利益 金晃直完全赞同胡锦涛 关于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意见 祝贺中国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三次会晤 他表示 韩方愿意同中方一道 着眼长远 进一步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意见 三回合作伙伴关系 2 4 4 1 8 6